3月3号临时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94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3例 韩1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本土病例61例 广东22例 内蒙古9例 河北5例 吉林5例 湖北4例 云南4例 黑龙江3例 广西3例 上海2例 浙江2例 天津1例 江苏1例 韩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先来看我们辽宁的情况 昨天辽宁省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虽然辽宁目前疫情平稳 但仍不能放松警惕 葫芦岛市强化人员管控 需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离世 同时葫芦岛市全域扫码登记 实现一锁一马场景全覆盖 昨天葫芦岛市强化人员管控 就离随来返随的人员管理 发布了通知 封控区管控区内的人员解封之前不得离随 防范区执行申请报备制度 离随人员向所在社区村提交离随申请 经社区村审核发放离随证明 有工作单位的向所在单位报备 离随人员持离随证明 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辽室通健康码 行程码双绿码离随 同时在火车站高速口等处加大排查管控力度 外防输入内防外溢 再来看看广东的情况 昨天广东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2例 均为深圳市报告 那9例在隔离观察的密接人员排查当中发现 13例在重点区域核酸筛查当中发现 新增病例均已转送至了市 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进行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 咱们来看上海的情况 昨天上海新增两例本土确诊病例 和三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他们均为松江区一家超市的员工 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通过大数据的比对流行病学调查 目前尚未发现松江新增病例 与这两天的普陀病例存在关联 这疫情当前 昨晚一张所谓的通知 在不少上海人的朋友圈里流传 有网友在留言说 说网上看到上海要在米航建造方舱医院 是不是真的 这个得辟谣啊 不是真的 那近期呢 上海外房收入内房反弹任务重 那收治呢 的确是诊治病例 还有无症状的感染者数量明显增加 按照国家的规定 正在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储备 后备定点医院 并非网传的建设房舱医院 请大家伙一切都要以官方渠道信息为准 咱们做到不信咬不传咬啊 让咱们日常做好防护 共同住劳防疫屏障 是啊 好